当地时间15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 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习近平指出 中塔建交30年来 两国关系得到跨越式发展 中方坚定支持塔方 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 安全 中国永远是塔吉克斯坦 可以信赖和倚重的邻居 朋友和伙伴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塔双方应该继续相互坚定支持 推动中塔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塔方加强务实合作 扩大进口塔方优质农产品 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水平 推进基础设施 水利 交通运输等领域合作 探讨开展绿色技术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帮助塔吉克斯坦提升过境运输能力 中方愿同包括塔方在内的中亚国家 加强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等合作 深化反恐合作 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宁 拉赫蒙表示 今年是塔中建交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 塔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塔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将继续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不仅是塔方的好朋友 也是塔方的重要战略伙伴 塔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加强经贸 农业 交通 产能 绿色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 将塔中关系提升至新水平 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 中国加中亚五国框架内协调配合 深化安全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还就阿富汗局势交换了意见 双方签署了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交通等领域合作文件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会见